今天我要试驾的车是我本身很喜欢 很想要也很期待的车 BMW M340i M340i M340i是BMW M-Performance 其中一款最新丽作 那其实这个M-Performance 是BMW最近所打操作的一个运动部门 它的定位是在这个BMW M-Power 之下 其实我是觉得啦 BMW是最近有意要把这个M-Power 的车型 打造得更加的Hardcore 更加的激进 像是我们看到那个新一代的 G80 M3 还有 M4 在外形上就非常的狂野 很有侵略性的感觉 相信开起来也会更加的猛爆 那如果你不想要那么的Hardcore 的话呢 这个M-Performance 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首先在外形上呢它就比较内敛 比较斯文的感觉 比较有体质啦 那它在这个性能上其实并不会太逊色 同时呢又能够兼顾到日常的实用性 以及舒适性 重点是它的价格相比起 这个M-Power 的车型更加的便宜 所以算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那这个M340i 也是3 Series 也就是BMW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车系的首款 M-Performance 车款 在外形上我们先讲一讲这个车头的部分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前列 其实和 G20 世代的 3 Series 相差并不大 主要分别是在于这个保险感的设计 它采用了一个被称为 M-Aerodynamics 的运动套件 看起来就更加的 Sporty 啦 更加的帅 那这个风潮式的隔山设计 其实也是有 Active Grill 的功能 这个也是BMW 最新的一个技术啦 包括下方的这个隔山也是有 它主要的功能就是在 引擎稍微有热度的时候 它就会打开进行散热 那平时如果不会太热的话 它就关闭减低这个风阻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 M340i 它的这个进气隔山 还有旁边的这个四条设计呢 是采用 M-Performance 招牌的 Serum Grey 霧银色的设计 这些看起来就比较有质感一点啦 我国的 M340i 是有导入这个 也就是 BMW 的雷射头灯组了 这个和我之前试开的 M850i 一样 它就是拥有这个更加广的一个照射范围 同时呢它的这个照射距离呢 达到了 600 米 我记得普通的 LED 头灯是 300 米 多了足足接近 1 倍哦 同时呢 这个 BMW 雷射技术啦 它能够透过红外线和摄像头 来侦测到对象的来车 以及人类啊 物体啊 动物啊 之类的 自行去调整那个光源 来闪避这一些物体 你达到一个更安全的驾驶环境了 我在测试这台车的这几天 这个 BMW 雷射的确是很好用 因为它只要一侦测到你旁边 稍微光源不足的时候啊 它就会自行打开一个远光灯 重点是这个远光灯哦 它只是照旁边 前方这个范围呢 是没有打开的 也就是说它这个光源 其实是可以独立进行调整的 很聪明的一个技术 来看看它的轮圈 它采用的是这个 BMW M 的 19 寸 轻量化轮圈 然后是一个 5 伏式的双色设计啦 重点是它的这个颜色也是 Serum Grey 来的咯 那轮胎部分呢 它采用的是 Goodyear 的 Eager F1 Run Flat 轮胎 也就是说有性能的种子 它又是 Run Flat 轮胎来的 尺寸方面是 225 40 以及后方 255 35 那这个呢也是一个很经典的 BMW 的一个 setting来的啦 至于在刹车系统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台车 它采用的是一个前方 4 个 Piston 这个我不知道要叫大事还是小事啦 那 4 个 Piston 是一个鲍鱼 后方则是 Single Piston 的刹车卡钱 其实这个车侧的部分啊 我觉得这个 M340i 和 3 Series 其实是相差不远的 所以我们直接走到车尾的部分来看好了 啊 同样的 我觉得这个 M340i 它的外形方面真的是很低调 普通人应该不大会知道 这台车其实是一个性能版的 3 系列的 但是我觉得其实也挺好的 就是你可以 E 掉它 然后告诉老婆说 老婆 我只花了 20 万买一台 3 系列回来 没有浪费钱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 M340i 它采用了一个 非常斯文非常低调的 小型压嘴式尾翼设计 最大的改变在下方 就是它的这个扰流器设计了 这个 Diffuser 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采用了一个 比较运动化的设计 同时最大的不同就是这个 拍器围观的设计了 它采用的是一个方形的 双边弹出的一个设置 这个呢你在别的 3 系列是看不到的 作为 3 系列的顶级车型 我国的 M340i 是具备这一个 脚踢式开启和关闭的电动尾门的配置的 它的行李箱空间达到了 480 公升 那我在里面也放了不同尺寸的这个行李箱 基本上我是觉得这样的一个容量 应付一般的这个日常需求 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觉得这样还不够的话呢 你需要更多空间的话 它的后座座椅是支援 424 倾倒的一个功能的 也就是可以在更大间的物品啦 但是呢这台车的这个地盘下方呢 是没有这个 spare dial 也就是后背轮胎的 它的下方其实是放置这台车的续电池 也因此原厂才会给你 run flat 的轮胎 我来打开它的引擎盖 这个引擎盖我可以开到很专业 因为我不用找那个东西 那其实 M340i 最大的魅力就在这里了 这一具直列六缸 没有错以前我们讲到 BMW 啊 就会讲到 Inline 6 这个名字 因为主要是这个引擎真的是很有魅力 为什么会有魅力呢 主要是因为 BMW 的这个直流啊 它在运作方面是更加的细腻 基本上如果你要拿来做一个简单对比 就好像你现在拿这个 4 缸和 3 缸引擎来做一个比较这样子啦 那讲回这具引擎好了 这一具呢其实就是鼎鼎有名的 B58 3.0 直列六缸 双涡流增加引擎 那这具引擎其实也是出现在大家很熟悉的这个新一代 Toyota Supra 身上 这具引擎拥有相当多的技术 像是这个竞排系连续可变气门 可变气门阳城 然后还拥有这个高压的浸缸内直喷技术 它的这个物化其实是做到相当的漂亮的 那在经过 M Performance 精性调价之下呢 这一具引擎可以产生 382hp 的最大马力 峰值扭率则是高达 500 Nm 这个Spec 其实是和新代的牛魔王是一样的 那在这台车身上呢它搭配的是 BMW M Spectronic 8 速的自排变速箱 0-100 的这个表现根据官方的数据啦 是4.4秒 但是在国外已经有人实测了 这台车其实0-100 不需要4秒 非常的强悍 当然作为一台运动车型 M340 它的排气系统是拥有这个阀门的设计的 在最激烈的这个 Sport Plus 驾驶模式下呢 它的排气系统的阀门就会打开 这个时候啊你踩大油啊 它的这个 Exus 还会有燃爆声 让这个磁烈六缸的魅力完全展现出来 非常的好听 坐进来啊 我觉得这个色系我太喜欢了 因为我觉得BMW 就是要拥有这种棕色的 这个双色色系啊 才有那个宝马的味道 当然如果你不喜欢这个棕色的话 其实我国的 M340i 也是被有黑色的这个色系可以选择的 那接下来我就讲它的这个中控台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控台 它采用的是BMW 最新的一个家族式设计元素啦 整个 Dashboard 看起来就是很酷炫的感觉 很有时代感的 这和以往 BMW 给人这个内装比较过失的印象呢 是完全没有了咯 在这台车身上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 M340i 啦 在内装的部分呢 相比起外形它是更加的低调的 因为全车上下哦 除了这个 M Sport 的方向盘 但是这个 M Sport 方向盘呢 在三系列的 M Sport 车型上也是有 然后设计也是一样 那虽然它手感很好 可是我就觉得 你作为一辆 M Performance 你就应该要有稍微不同的设计 会比较好啦 然后前方的这个全夜景仪表盘呢 也是有写一个很小个的 M340i 除此以外呢 全车上下啦 就只有这个车门旁边的踏板 以及这个 安全带 告诉你它是 M Performance 的车型 而在座椅部分呢 这个 M340i 并没有采用 大哥 M3 身上那一个 Bucket Seat 但是呢 这个被称为 Sport Seat 的运动型座椅 我个人觉得也是不错 首先在视觉上啦 它的这个设计看起来就很有运动气息 而且我还可以看到 它有这个特别的缝线处理 接下来就是这个包覆性上 我个人觉得这个座椅非常的 good 因为呢它支援八项的电动调整 重点是它其中两项是这个 Bolster 这边 你可以调宽调窄 也就是说像我这种身形比较的小的人啊 他都能够做到紧紧的包住我 在我过弯啊激烈驾驶的时候呢 我都不会这样子 这个非常的少见 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是很好 那接下来就到这个配备的部分 不过在这之前 我要先称赞这一台车的这个植物空间表现 因为我发现到它非常多的植物格 首先旁边的门卡就已经是有一个很大的植物格 而且晚上呢还有这个氛围灯的装饰 哇很酷的感觉 然后中间呢这边有一个 两个杯架 里面还有一个无线手机充电插座 这里也是有一个USB的插槽 中间的这个植物格呢 又多了一个Type-C 的这个USB插槽 但我觉得它最好的地方是它拥有这个空调 以及有一个灯光的这个设计啦 实际性是蛮有的啦 而在配备部分呢这台车也是算是很丰富啦 首先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巡浮式的主机 它搭载的是BMW 最新的iDrive 7.0 那这个主机呢它其实功能相当丰富 包括有内建的这个导航 然后同时还有这个BMW Connected Service 线上服务 就是说当你遇到紧急事的时候 其实你是可以呼叫总裁求救的 而且重点是这个iDrive 7.0 在操作上其实已经是很成熟了 很方便的感觉 但是唯一美中不足是我放下这台车 它竟然没有这个Apple CarPlay 还有Android Auto 的这个手机互联功能 你可以有啦 可是你要加钱买咯 就差了一点点 还有就是它旁边的这个 12.3 寸的全液晶显示仪表盘 这个仪表盘有一个非常霸气的名字 叫做BMW Live Cockpit Professional 有一个Professional 听起来就很厉害的感觉啦 那其实这个界面啊 是目前我看过 Digital Media 里面最漂亮的一个界面 这个我个人是很喜欢很喜欢 那在安全性方面啊 这一台贵了330i 整百多千的顶级 M340i 呢 终于导入了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 那它的这些功能其实是蛮丰富的啦 像是车道偏移警示 车道维持辅助 车车盲点侦测 后方横向来车侦测 后方碰撞预警 前方碰撞预警 自动紧急下车 这些功能它都有 它唯一少的是这个雷达主动式定速巡航 也因此呢 我觉得这个M340i 其实是没有这个Personal Co-Pilot 半自动驾驶功能的 好 最后一点我忘了说这台车有这个填窗 四门性能车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有后座 而且这个后座空间表现其实是蛮宽散的啦 那我的身高大家记得啦是168cm 所以我现在前方是我的标准桌子 我坐在这个后座座椅的部分呢 我先讲空间啦 它的腿部空间有大概两个拳头多的一个距离 然后我坐在这里我觉得这个空间感整个感觉是很好的 我不会有压迫感 虽然说它采用的是一个黑色的顶棚 至于这个座椅设计呢 我很喜欢它的这个椅垫的这个长度很够 然后高度也是刚刚好 所以我的这个腿部呢 是能够完好的这样子放在这里 我觉得这个位置呢 坐长途的话 它并不会有这个疲劳的感觉 同时呢 这个椅背它的这个支撑性也是很好 但是可能有些人就会觉得这个椅背 稍微比较硬了一点啦 它并没有那种日系车的那种软软的cushion 的感觉 可是我觉得这样子的设计呢 对长途来讲 它对这个脊椎其实是比较好的 像我这种老人家腰鼓不好的啊 这样子比较硬的一个setting是比较好的 但是因为这台车是一个全驱车 所以它的这个中央速度其实是很高的 那中间的这个位置呢 我坐过来 我觉得你坐短2K 啦 可是你坐长途的话 可能就会稍微比较辛苦了一点 然后还有就是呢 这台车它是有这个后座的空调出风口的 下面呢 还有这个空调面板 告诉你这台车是一个山区恒温空调系统 而且这个山区非常的独立 因为你在后方呢 你可以切换这个温度 甚至是这个出风口 你可以选择你要这一边而已 或者是两边都要 但是很奇怪的是这个后座的空调呢 它并不能选择这个风量 有点奇怪啦 然后下方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拥有两个USB Type-C 的插槽 以及一个12V 的插座 那这台车其实也是有这个Armrest的 中间还有两个置杯架 还有一点就是 这台车后面的这个安全带 也是M Performance 的 在这之前 我觉得我必须先称赞 这一台车的这个彩色抬头显示E 因为它非常的高清 而且可以显示很多资讯 因为我国的这个M340S 有导入M Additive Suspension 也就是它的这个电子悬吊 它会根据不同的这个驾驶模式呢 自行去调整这个悬吊的硬度 我先说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感觉 我觉得这台车呢 这个BMW M 应该是有下了不少的功夫 因为我觉得它车体杠率非常的高 很硬的感觉啊 整个就是很solid 这样子的感觉 但是呢 因为它用这个电子悬吊的关系 我现在开着这个 Comfort 模式 也就是舒适模式啦 它的这个阻尼可以用非常软来形容 也因此呢 好像我这样子普通 这样子在市区驾驶 它的这个表现 可以用完美吸收睡震来形容 我甚至觉得它搞不好 比这个330i还要更加的舒服 而且整台车隔音很好 这个和我以往对BMW的印象很不同 这台车整个感觉就是Premium了很多 我觉得现在的车子啊 在导入了许多电子技术 包括这个排气管的阀门啊 还有这种电子悬吊啊 以及在ECU 方面呢 做不同的这个区化调整过后呢 让这一类运动型性能车款 能够拥有很不同的 截然不同的性格 怎样说不同呢 我现在就打开最热血的 Sport Plus 模式给大家听好了 瞬间 那个排气升浪就不一样了 我踩大油试试看哦 它换挡还有那个声音 有点像DHU 这样的那个声音 天啊 这个简直就是和我之前开的那台Supra 3.0 一模一样的一个声浪 非常的热血 Oh my god 天啊 而且很快 这台车超级快的 哇 天啊 我有被震撼到 老实说 真的是有被震撼到 Holy 而且因为这台车有这个XDrive全驱系统哦 它刚才在起步的那一瞬间 我可以感受到它的这个 后轮其实已经是 它还是Kane后轮的这个设置 但是这个后轮呢 已经是有一点点顽皮了 可是这个XDrive它有在hold着这台车 所以开这台车你会觉得很安心 尽管你开到有多快 而且我觉得呢 它的整个设定 以目前来讲 我觉得它是很容易开的一个设定 包括我觉得它这个Traction Control 其实都有一直在抓着这辆车 天啊 这个转向非常的灵敏 而且很一体的感觉 我退档 啪啪啪啪啪 Oh my god 这台车真的是很热血 而且这台车的这个刹车系统 虽然说只是一个简单的前大四 后单火塞的一个设计 可是它完美能够做到hold到这一台车 我在踩煞车的时候 它也不会有那种点头的反应 整台车子是很平稳的这样停下来的 尽管我跑到很快 太完美了 我觉得BMW的车款啊 它最美妙的地方就是它的配重很漂亮 它可以做到很均衡的感觉 所以你开着BMW的车 尤其是这种性能车 你会觉得整个就是很一体的感觉 人车一体 进到隧道了 大家听听一下 Oh my god Oh 这简直就是Supra的setting啊 那我现在来到这个山路的部分 测试这一台其实体型并不太娇小的四驱防跑 看它的这个伸手到底是如何 不错哦 可是我还是可以明显感受到它真的 的确是偏后驱的一个设定 尤其是在这个Sport Plus 的模式之下呢 我可以感受到它的指向啊 还是 不太一样哦 跟平时我开过的那种全驱车 但是还是很精准的 就真的是有独特的一种韵味 而且它的这个变速箱哦 在这个Sport Plus 模式下 瞬间变得很灵敏 这个来自ZF 的巴速直排 本来就已经是神级调教了 然后来到这个M340i 身上呢 我觉得它变得更加的完美 它真的是好像有独心术这样 知道我要干什么 我一做一个动作 然后它就马上及时给出这个回应了 这个时候还有这个Pedal Shift 真的是能够给你额外的乐趣 哇 这个车子的这个 哇 这个扭力 Oh my god 哇 我觉得这台车的这个Traction Control 真的很好 让这辆车子非常的容易开 哇 天哪 它整个真的是贴在地上了 当然这个一个F1 Run Flat 轮胎 其实表现也很好 而且在这个Sport Plus 模式之下 其实我可以感觉到它的车位 是有点蠢蠢欲动的 我估计如果关掉Traction Control 的话 这辆车应该会很顽皮 让我好好享受这一切 我不想说话 但是我觉得这个M340i 在这一种弯道上 它其实是蛮有挑战性的 我觉得它也是一台能够训练你的身手 你的这个驾驶技术 还有包括你在这个弯道上的掌控的一台车 因为它并不像我们一般所开的那种前驱车 那般或者是全驱车啦 那一般的容易驯服 它在这一种弯道上会稍微比较顽皮一点 虽然说还是很容易开 退退挡 踩踩油 一个Watt 就这样搞定 哇 我真的不敢关掉这个Traction Control 我还没有到那个技术 这个直6缸的声音真的是太迷人了 难怪大家都讲 直6就是 BMW 的这个精髓 它的这个灵魂 这个声音 怎能叫人抗拒啊 全新的 BMW M340i 在我国的售价为 $40.02354 令吉 那当然这个价格是 after SSD 豁免之后的售价 它的原价大概是在距离$42万令吉左右 其实我很惊讶这一回 BMW 马来西亚 会把这个性能防跑呢 带到我国 然后而且还是进行CKD 我相信很大原因是受到 这个 Mercedes-Benz Malaysia 的影响 因为他们看到这个 AMG 细致上 在某国卖到不错啦 所以才会有这个决定 老实说啦 我觉得$40万令吉的这个门槛 能够买到一台又跑得 而且实际性又很好 在日常驾驶方面也很方便的 一台防跑呢 其实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加上呢 在保养方面 其实这台车你也不用担心太多 而且 BMW 马来西亚 有给5年的 Free Service 它真的是一个很值得考虑的选择 我相信 这个 M340i 在我国应该能够有所作为 那我个人是觉得 这台全驱防跑啦 其实是一台很好训练你的 驾驶技术与速度感的车 弄到我都很想把我的街道换掉 换成这台车了 那好啦 废话讲完了 今天的这个试驾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台 BMW M340i 如何呢 我刚才试驾了过我真的觉得 哇 这台车我真的太喜欢了 大家对 M340i 有什么想要说 有什么想要问的话 可以在下方留言发表和我们交流 我是小明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对呀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子啊 我们才有更多的收入 我才可以买这台车啊 拜拜